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张的表是在2010年的时候 博德他们所做的 他钻了十五个孔 里面只有四孔 因为身度不够 他没有钻到 其他的 我上面有个箭头的就是破碎 沿体破碎 沿体破碎就告诉你 他这边就是基础不稳定 板块运动脆弱点 那如果您在这里无限制的加载 无限制的加载的话 以后自己的安全会非常非常严重 第二 请大家在里面白色的这一张 白色这一张是当初95年捷运局请 捷运局请这个中心 台湾研究院做的报告 他里面就写到 下面那张图表是上面的Session AA Session 他图表就告诉你 这里面就是断层 他的断层在哪里 我在图表上面 他的断层里有15米 19米 我在标题上面有写 19米 这个我完全是照报告上写的 这一张也是照报告上写的 所以 我最后的想法是说 这个地方要开发 第一 除了我们这个意见之外 这个移开来 要闪掉这些破碎袋的时候 你才能开发这个房子 因为你这个房子有那么多人在住 第二个 这个要开发的时候 第一个 你要 要依照那个地支法 第八条 让它列入在那个地支民团地区 请报告上 让他们去做调查 才适合在你这边开发 谢谢 好 谢谢 我们下面请 谢谢 谢谢 给你